电影长青湖的上映引爆了整个国庆档期 电影上映才四天票房就已经超过了20亿 而且其增长势头没有丝毫下滑的趋势 现在有不少朋友预测 这部电影很有可能追上战狼2创造的国产电影市场票房记录 这部电影成片三个小时 耗资高达13亿元拍摄180亿天 主唱团队但是剧本就打磨了五年 拍摄团队超过7000人 动用了7万人色群众演员 参与其中的特效公司超过40家 总工作人员数量高达1.2万人 人民共和国即是二周年华诞之际 第八个烈士纪念日的到来 影片在这特殊日子里正式供应 我长这么大没有经历 都知抗美援朝一战 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以刚少气多战胜了刚多气少 实力悬术战场为何最后取得胜利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呢 长津湖没有刻意矮化敌人 也没有神话志愿军战士 电影从更深刻的层面点出了主导战争纯败的根本 人人心头都装着我的祖国 保家卫国至深至勤 让志愿军战士无所畏惧 大哥说 我们俩把该打的仗都打了 不让你打 电影刚开篇 五千里曾一口气断了五万里想参军的念头 我这趟回家呢 每次出门上街都会有人冲我点头微笑 我不认识他们 但他们认识我这身军装 影片结尾 梅声与五千里说了自己本该退伍 却又归对时的一成心路 从观影影评中 我们就可以略知一二 真正坐在电影院 真的让我无比震撼 真的破防了 全篇红着眼眶看完 这是属于我们的家国情怀 还是属于我们中国的大片 在海拔最高的地方 零下四十度 有下大雪 我们在山下走的时候 雪阴性了 战事嘛 它就是潜伏在这个地方 它就不能动了 它就不能动上来下雪 在该一步 在整个脸上都是雪 枝头不能动 一动一板 这个就板掉了 耳朵都动了 你一拉一下 我耳朵都拉着 吴金称自己拍摄电影 《长津湖》的时候 正逢父亲不幸换上脑血栓 被紧急送往医院 而家人为了不影响吴金拍摄影片 将对他隐瞒了父亲生病的消息 在发布会上 当吴金谈到这里的时候呢 曾经在银瓶上扮演过无数硬汉的吴金 也是忍不住几度哽咽落泪 觉得在年迈的父亲 生病的时候不能到病床前伺候 感到很难过和愧疚 在吴金看来 中国男人都有着一股私扛的劲 都愿意把自己的温情脆弱的一面 放在心里 把坚强的一面展现给别人 中国男人表面是一块铁 其实心里是一块糖 他把这种感受 运用到了吴金谈身上 吴金谈是一个连长 他像一个兄长 照顾着连里的157名战士 他有责任让他们安全回家 所以背负了很多东西 但又不能够表现出太多 他们内心很柔软 外表很刚强 影片中饰演五千里的吴金 又成为大家议论的焦点 吴金也成为这个国情最忙的人 他参演了两部影片 成绩都很不错 在五千里这个决心里呢 他除了性格很热血以外 同时变得更加立体落运化 让不少观众都看到了一份 誓死如过的精神 至于以往被主角光环包裹 是不同的 在影片中有这样一幕 吴万里看见信号弹的时候 紧张地询问哥哥五千里 哥 我们被发现了 五千里当时的回答是 我们该进攻了 这意味着他们将经历一场 看不见解决战役 但他们没有退路 面对咄咄逼人的敌人 他们只有不断前进 直到将对手赶回米国 而五千里在剧中骂雷公那句 雷公你的炮呢 令人记忆深刻 因为这彰显出了志愿君 在面对危机情况时 最真实的一面 五千这句骂人的台词 自电影播出以后 瞬间爆红网络 引来无数网友纷纷模仿 这些台词也成为了全篇经典 连导演也没有想到 看完这部电影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来评论区留言哦 书啊是为了能让傻叉心平契合的跟我读 我读书呢 是为了能够和傻叉心平契合的